近日,珍妮在TikTok上发布了一段新视频,背景音乐来自Lisa的最新单曲《牛舞满》,引发了粉丝的热烈反应。 然而,这段视频很快被珍妮删除,引发了网友的猜测和讨论。 粉丝们认为,这可能是因为珍妮需要对视频进行调整或修改,或者是团队操作失误所致。 所幸,视频很快被重新发布,尽管时间上有些微小变动,但这并会影响珍妮和Lisa之间的良好关系和彼此的支持。 此外,近日据珍妮方透露,她已与美国大型唱片公司《哥伦比亚唱片》签订了合作协议,预计将在10月回归发布全新的个人单曲。 《哥伦比亚唱片》是索尼音乐娱乐旗下的唱片公司,拥有比昂斯、阿戴尔和哈里斯泰尔斯等世界级明星。 《哥伦比亚唱片》表示,将全力支持珍妮的个人活动,为她的回归提供强大的支持。 粉丝们对此也充满期待,纷纷表示对珍妮的未来充满信心。 爱到韩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,欢迎赞和订阅哦。